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有的时候人生找到一个点就好了 你不一定是什么都会 家里面水电坏掉了 你还是要找水电师傅 投水要来用 你也来水投水塞 你也是老师 中坡塞也是老师 厨师就是老师 师之辈 所以我们都是彼此的老师 今天要教的这首歌就是老师的歌 老师的歌 洪维谦老师 是的 洪维谦老师在嘉义 这个中南部这个区域里面 是一个很帅很帅的帅哥 老师 而且他的女儿好有天分 弹钢琴弹得真好 是不是 是 是 对 怎么有这个缘分会 洪维谦老师会跟两位老师 然后跟这首歌 他们是个音乐接洽 那倒好这首歌蛮适合他 他也很喜欢 来介绍一下作词者好不好 邱宏颖老师 是 我们想念怀念的邱宏颖老师 老师呢 其实在整个词的那个宽度上面 有做很多的变化 尤其在这首歌 我必须要讲 真的不太一样 因为有很多简单的情歌 应该说对障的情歌 短短的就写完了 他这个歌 算是还写的蛮多的 对不对 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其实这首歌曲 一开始是老师给我们的词 那因为他的词 那个线条字比较多 所以他字都要去消化 那可能我们就去消化一下 什么样的节奏 什么样的感觉 能够包装给他 而且他的那个 韵脚还蛮特别的 比如说 团头 团头 团啊 团啊 这样子 团的牙龙 团的牙龙 那这首歌曲主要表达是 歌手叫做爱情丹心道 就是说爱情是我都算得的 就是一直往前走的 也是有点无奈 美女的宽头 有些欢喜有些人的喜乐 都是在这条路上在走 没有回头路的意思 对 但是我听你在写这首歌的曲 因为这个词字比较多嘛 所以我感觉你们两个在 下这个曲子 有一个很特别的 你会延伸后面的那个尾音 还是因为洪维谦老师 自己的表达方式 然后我就听到 那个就是你要 你不能够放松耶 对 尾音要撑住的 对 不然放松那个字会颗粒 对 哦 一输一输的N字 要一条彩虹 哦 一道彩虹 你看又一副歌 哦 哎情可彼此丹心头 谁是驾出的看清潮 那都是撑住的 对 他唱得很好 那个美感才出现 对 啊 不能这样子 啊 哎情可彼此丹心头 驾出 不是嘴巴在唱歌 那透过这个机会 跟同学可以做一个教学的互动 那我要怎么知道 我唱歌是一条线还是颗粒 可以你用比方这样子 你练习看看 你叫做嘴巴了 你就是嘴巴了 表示你没有撑住 就很简单的 表示你是撑住在唱歌的 因为它是很颗粒 那如果说 就是这个意义 回去练习 表示不要太用力 太好了 你这个颗粒的东西 你就是要这样子唱 而且你如果一开始 第一句不对 后面全部都不对 你就跟着跑 不要乱跑 听听黄明州怎么跑 因为字比较多 来爱情 担平得 爱是温柔的优化 碧树的优化 爱是温柔的优化 喜乐的优化 爱是温柔的优化 爱是温柔的优化 來面對著這條叫 離我未曾驚過愛情河 真退兩人 無惡可心逃走 愛情可比這條丹行倒 才一驚出條看情緒 不驚情偏薄 天愛還給我出錯 愛情可比這條丹行倒 將人好想照顧聽聲 真心真是無 總有一天 會揮開好結果 歌曲經過解說 然後在聽聽老師在示範 你的意思是說我很帥 但是我內心又很善良的意思 通常告訴人一個對方說 你要回答他想要的答案 你是很善良的就表示外表不會很帥 那這樣子 你又帥又算良 你是要告訴我說我很帥又有才華的意思嗎 我會不會很容易進入到他的圈套裡 最近正式的圈套很多 你要我運出來嗎 五個人是坐在那個地方 武漢 可以講話的時候 是不是也進了很多圈套 所以我現在特別小心 再來講一下愛情丹行倒 當然我們過名思義就是說 這個詞 是原先邱鴻瑩老師就先寫好了 然後我們也知道愛情沒有回頭路 所以叫做丹行倒 一把溜溜起對不對 那一把溜溜起的 這個跟歌詞很多的這個相串聯的時候 你們就決定這個節奏了是不是 其實有很多種 比如說去踹踹看 但是有時候一般我們拿到歌詞 我的重點會再副歌 先寫副歌 不是 感覺副歌會是怎麼樣一個弱點 再回頭 再回頭來包裝 我跟吳老師 我們大概會是朝這個想法 先有歌詞對你們就是比較方便 沒有 不是這樣 變成說 如果歌詞來有歌詞來處理風險 如果旋律再來歌詞 旋律歌詞來處理風險 還有兩種是當作一來 它沒有絕對的 我們先寫取給人家的版田詞 也是有可以 比較好 比較好 但是沒有絕對 比如說我們看到一個 抬頭或是說一個副歌 這個比較不錯 哎 那日也很好 我們可以從前後左右再一起把它散發出來 或是剛好你哼到這個旋律很好 你就想要怎麼樣把歌詞丟進去 你想講什麼故事 再來延伸 所以它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可是總之聽完這首歌 就覺得它氣點還非常鮮明有沒有 就你聽它一次聽它兩遍 然後你的腦筋裡面 哼哼哼哼哼哼 對 因為它靠著那個 都希拉手法音接走 喔 靠著音接走就比較有性一點 對啊 那已經在 已經在睡覺了 因為我們是從副歌去思考 怎樣的感覺 真能夠包裝給他 我都觉得这样子走过去 是比较顺 而且他也是叫丹英德 他在讲故事 然后感觉好像一直往前走 好像开车 一直在往前那种状态 那你们都听过 洪威天老师唱的 唱的很好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在讲说 如果一般我们会对歌手的 如果唱功稍微不是很好的 编曲上面就会丰富 你看这个编曲很干净 所以表示说 对很干净 然后他在编这个歌的时候 你看很干净 你就必须要唱功很好 老师讲到重点 那个编曲如果很简单 你唱歌就要前面 我们来讲一个例子 唱歌你是站在前面还是站在后面 如果这个编曲很简单 这个歌手是站在前面的 于是是你带领着大家再往前走 所以你的唱功要很仔细 细腻到人家是聆听到你的根 像传奇一样 要不然的话 那个缺点就会很明显 没办法包装了 也没地方躲 对对对 闪不了 这次很恭喜 洪威天老师终于有自己的作品 可以跟大家做朋友 然后以歌交流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老师的职责 对不对 做了这么多年老师 终于有了自己的单曲作品了 因缘发行的这首歌曲叫做 爱情单行都 我们来听洪威天